大家好 Mabel 今天又来分享这个玉玲糕 这个玉玲糕现在很多朋友一路吃了 他们都说很好 因为它说睡眠改善了 其实这个玉玲糕的主要功效就是补血为主 其实我们人体那些血一够 你身体里面所有器官就能移动了 血就是最不好的一样东西 还有我们因为平时小运动 有时夜睡 肝不好 血又不好 所以为什么花旗心桂圆肉和白砂糖 做成这个玉玲糕这么有功效呢 其实它是一个古方 黄曼英的老中医 他就发明了这个玉玲糕 它有一个给我们可以帮助睡眠的功能 我们这里就是做了一底的玉玲糕 这里是一个炖钟 我们用这么大的炖钟 炖了48个小时 炖完的玉玲糕出来 就会变成这么乌黑发亮的 现在的玉玲糕 是开始已经有些微苦 和有些回甘的口感 它不会带甜的了 虽然我们下了是有100克的砂糖 但是它都不会甜的了 通过这个48个小时蒸了之后 所有那些花旗心的寒性 什么都没有了 就变成一个很补血的坊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次就蒸10个小时了 现在全程就靠我底下放了那些米 每一次记得要换新的米 现在这个是炖了10个小时的玉玲糕 这些桂圆肉现在还是一粒一粒的 当你炖到48个小时 这个玉玲糕才是最好效果的 48个小时之后就变成那些乌黑发亮的 以及已经没有了甜味的了 那时候的玉玲糕 就是可以好好地补血的了 并且补而不醋的 是什么人都適合吃的 记得蒸玉玲糕的时候 一定是不要盖着里面的盖 是靠那些米水来蒸到玉玲糕里 才有这个效果的 那些米就可以令到去航气的功效 以及会补身的功效 那我们买到玉玲糕 首先一定要记得放在冷藏 还有怎样吃呢 就早午晚可以当零食 那样捕点来吃 还有最基本是每天坚持吃到一小茶匙 那你可以就拿些热水开箱去喝 或者冲大杯的水也可以 最好就冲小小的水 就这样吃了它 如果坚持吃下去 就知道人的功效 气息好 面息好 和睡眠会有帮助 那这个玉玲糕呢 其实很多人 越今后去补血 和生育嬷 坐鱼的时候都可以用的 那我们制造这个玉玲糕的食材 最主要就是这个桂圆肉 那我就比较喜欢这些 港西的桂圆肉 那它就不是那些果仔肉 是这种生育的桂圆肉 我就比较喜欢了 那这些花旗芯呢 就最注重呢 就要用一些漂亮少少的花旗芯 我们这里就用一些炮芯 用美国的炮芯来做 所以它功效又好些 看不看到花旗芯漂亮的呢 全部都是这么光滑的 纯白色的 这些就是用很漂亮的花旗芯来做 平时我们要记得 坚持有空吃一下这个养血糕 好好的